人家說行行出獎玩 順地咕嚇誰人知道 照片台灣大小行 走對著鄉天的咖步 來去行案來 太開心了今天 今天我們這一集的行案來 真的是超好賺的 我們的製作單位替我著想 安排來到了 沒錯 大家都知道 我是嘉義人對不對 所以 那我既然是我們 姓吉的林志玲 也是我們美食界的楊城林 更是我們 今天帶大家來尋找 嘉義項目之間的美食 沒錯 問我就對了 不要動作給我雞肉飯好吃而已 走 到外面來吃香 講到嘉義 你的想到什麼呢 文明全台的雞肉飯 美不深收的阿里山 還是享譽日本的卡農 今天 就讓我帶你們走進嘉義 品嘗在地人私房美食 來喔 就是這裡 我們說到前櫃 絕對沒有人不知道 就是嘉義 在問他看這裡 非常有名 有油腸粿 還有我們的蘿蔔糕 這是說實在 這是我小時候吃到大的 所以呢一定要推薦我們 所有的好朋友來這裡吃看看 首先我就要先來吃 啊 我忘記了 要吃之前他有一個很重要的靈魂人物 叫做蒜頭 我跟你講我平常不吃蒜頭的人 可是啊這個櫃你一定要淋上這個蒜汁 然後加上那個我們老闆娘喔 特製的醬料 每一天都早上來熬煮的喔 等等我先過一過 那本姑娘的習慣呢 會把這個蒜泥啊 擴在這個醬汁裡面 然後再來沾 這是淑女的吃法 好 來囉 你看這外面喔 非常的酥脆有沒有 可是它的櫃啊 你看它抖的都是軟嫩的 有沒有看到 一定要吃吃看的 就是這個味道耶 這小時候的味道 那種回憶都充滿心頭有沒有 爸爸帶我們來耶 是摸那是來這邊 還有喔 這邊過年的時候也很壯觀 整個旁邊這裡全部都人算喔 因為他們都是在炊粿 過年的時候可以來這邊買粿 超香的 好美味喔 而且非常Q 非常Q 不會這樣軟軟 那來這邊煎粿啊 如果愛吃蛋的朋友可以跟我一樣 一定要加一顆荷包蛋 你不要看他們很隨性的煎蛋喔 可是他們的蛋啊 這個焦焦脆脆裡面呢 還有多出一個蛋香味 你看 香蹄 難道蛋會沒有蛋香味嗎 往紅到這樣是不是 哈哈 後來 喔 你不知道一匙葉的蒜頭我都在裡面 好Q喔 而且那個蛋香超香的 剛好火候齁 火候的大小剛剛好 我最喜歡吃他們那種 很熟 但是呢 不是很硬的那種蛋黃 非常的香喔 再來一匙 是不是很幸福啊 來 還有這個 這是油湯粿啦 啊這個呢 是蘿蔔糕 都是鹹粿 可是你可以看喔 一樣表面很酥脆 酥酥的 現在就焦焦焦 人家說生過你一定要焦焦 但是重點味的過不乾 所以這是吸引這麼多人 喜歡來吃的這個原因 我相信很多 我剛剛看到一個大哥啊 說他從哥哥吃到現在做阿公喔 真的 真的 還吃到那個酥酥脆脆的皮耶 好好吃喔 記得喔 你要給他蒜頭 然後他這邊還有很多湯啦 其實他的湯的選擇 有種綜合湯 完仔湯 然後看你喜歡喝什麼 那我們現在來因為時間比較晚了 所以呢 就剩下這個完仔湯 可是他的完仔啊 你看 也是非常的好吃喔 嗯 會彈你的完仔 而且我覺得最厲害的是啊 他這邊 這麼多年來喔 煮我小時候吃到這尊 口味都沒變過 非常非常的好吃 很穩健 重點是很抱歉喔 你看看這個 這不是每個人都有的喔 耶 謝謝老闆娘呢 又整天穿涼的啦 讓我喝喔 這個喔 你們應該可以看得到這個 都是巷弄之間的 這如果沒有在地人 還是跟熟悉的人帶你來 你自己找不到 天我就找不到 我記得是這邊沒有錯啊 欸欸欸欸欸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在那邊在那邊在那邊 嘉義當地的一對老夫妻 堅持每個麻糬都是純手工製作 到底好不好吃呢 我們來一探究竟 來來來就是這裡就是這裡 有沒有看到 總算讓我們找到了有沒有 這裡的麻糬 我跟你們講沒有吃過 不要說你吃過好吃的麻糬 這邊已經經營將近五七十年有耶 而且已經是歷經三代喔 現點現做的好吃麻糬 Yeah 老闆老闆 好久沒有來了 我想要綜合口味的 就是各種口味都來一個好了 Yeah 那那也有得好了 我跟他談心嘛 這個七十年的老店欸 七十幾年對不對 傳承三代耶 而且我剛剛看到那個阿姨在那個 軟那個麻糬啊 還蠻療癒的耶 好那我就開動囉 好 欸等一下 等一下 我剛剛看到這邊還有一個金沙口味 是最新研發的嗎 有 真的喔那還有金沙的嗎 還剩下一個 剩最後 剩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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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給我嗎 可以喔 Yeah 謝謝 謝謝 那這個金沙的給我 好 謝謝 好啊我先吃這個 好 好 這個看到已經不知道從何下手有沒有 好 其實喔 一般我這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口味 不過呢 我們咬開就知道了喔 它好像彩蛋的感覺嗎 這個應該是花生芝麻 好吃好鬆 而且啊 不會黏牙齒耶 阿姨這個不會黏牙齒的秘訣是什麼 用米喔 對 所以如果說 胃比較不好的人 其實都不用擔心了耶 因為就會很好消化 我覺得真的是這樣子耶 因為它這個完全啊 你吃都不會卡牙縫 然後也不會覺得是黏在牙齒上 完全都不會喔 超鬆軟的 你看它這個皮 有沒有 有沒有 對 對 它這個料 有沒有 真的 唉唷好厲害耶 超好吃的 花生芝麻口味 一次吃到兩種 可以滿足 好 我們來吃別的 超幸運的 你如果看我來都買不到 因為喔 這都老饕 老饕知道來這邊吃 然後啊 我現在要給大家看的是 金沙口味 它外面滿滿的芝麻顆粒耶 好 還不是用芝麻粉耶 花生粉喔 花生顆粒 這個吃起來一定會有非常多的層次感 欸 真的 驚喜 好像戀愛耶 真的戀愛的感覺 裡面是那個金沙巧克力 然後加上我們這個非常傳統的這個花生 跟芝麻的這個口感 喔 啊 喔 很好吃耶 這對味齁 那是不是有一天那個 像是有送你巧克力 你把它包進去對不對 對喔 它好Q喔 喔這個 大家可以來這個 點這個金沙麻糬 如果說你要送給男朋友或女朋友 我覺得這也是蠻首選的喔 應該吃到的女生會尖叫耶 都有戀愛的感覺 只要我吃得慢慢看而已 那就是很好吃 超讚的 所以喔 不要忘記喔 想要吃麻糬一定要來我們家裡吃個吃 對啊 好 在那個巷弄之間 你就可以找得到的 其實你老店好吃的麻糬喔 沒錯 你現在沒有看錯 就是涼麵 但是我跟你說喔 這嘉義的涼麵啊 是完全完全不一樣的喔 你在別的關係絕對吃不到 為什麼 因為 嘉義的涼麵加了 什麼 什麼 那是不是白醋 白醋 白醋是美乃滋啊 我們這個涼麵全部加了美乃滋 包括這裡最火紅的 就是我們這個涼圓 涼圓幾十有沒有 就是這個涼圓 也加白醋 再加上蒜頭 蒜泥啦喔 還有連皮蛋豆腐喔 一般市面上的皮蛋豆腐 都是加了那個蒜泥島嶼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這一樣加白醋 加豆腐 這加蒜泥 這種組合超級奇妙的 有一點像 蜜蜂 跟老虎明明就不會結合 可是他們兩個卻相愛了 你懂嗎 這到底是哪門子的比喻啊 我們趕快來相愛一下吧 而且吃到的是 而且吃到的是 智琳姐姐最愛的麻將 整個靠新娘啦 很舒服耶 如果你夏天炎炎夏日 在我們這個嘉義文化公園旁邊 你就會來這邊吃涼麵 超清香的 就是這匙啦 一定要加美乃滋 沒吃過你以前這樣吃過嗎 有美乃滋那種綿密 然後有點甜甜的味道 可是又加了麻將跟蒜泥 有帶一點小小的嗆辣 那個口感起來 是在口子非常的清香 那裡面還有拌小黃瓜 所以其實口感非常的爽口 那在這邊 你要配一下這個 皮蛋豆腐 然後呢 要先把蒜泥 用我們的美乃滋 揉一揉之後呢 再把它切開 好 然後 大口的吃下 這個爽口的皮蛋豆腐 而且不在丟喔 是我們嘉義的口味啊 來嘉義就是要吃這個啊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超讚的 而且他們很貼心喔 還有這個非常好喝的這個涼湯 無糖的紅茶 然後呢 可以讓你這樣整個吃套清涼 非常的佩會喔 到底是有多少火要退有沒有 好 我來吃這個給大家看 這個涼湯啊 這個涼湯啊 非常的特別喔 因為一般外面的這個肉丸都是燙的 然後肉丸燙的它就是油 都是油炸的 可是這個涼湯不一樣 它是由工廠裡面下去萃 它去蒸 然後蒸完放涼 就來這邊了 所以你可以吃到這個 好不一樣的口感 來 一樣喔 是我們這邊呢 非常道地的這個 美乃滋 再加上醬油 再加上蒜泥 而且啊 一切就開 來看看 是不是跟姐姐一樣啊 充滿膠原蛋白 好爽口喔 而且裡面還有那個筍子 然後加上它裡面包的料啊 也非常的清爽 這個是可以保證絕對你在任何一個現實都沒有吃過的口味喔 趕快來嘗鮮吧 很飽對不對 我知道你們看我吃看的很飽 我也很飽 可是今天的最後一站一定要帶大家來喝這個飲料 什麼 欸來行的呢 你知道智琳姐姐平常只喝水比較養生對不對 可是這個啊 飲料我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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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代表我們呢 以嘉義式的這個為榮 來推薦給大家 這是什麼呢 這叫金乾茶 聽說 在那三十二間 一個阿公 非常會聽到他的阿孫 阿孫不要吃飯 阿公跟阿公 緊張阿孫 阿公 這那個甘蔗茶給你喝喔 所以這叫做金乾茶 以上純屬虛構 很簡單的 它就是金吉加甘蔗 結合起來的這個茶 那它很特別喔 它沒有沾到一滴水喔 沒有任何一滴水 它就是 好幾顆啦 整米嘛 都是那個金吉 現炸的喔 都要現擠現點的 然後呢 再加上 當天 現炸出來的甘蔗汁 就是這樣一杯 沒有加任何的甜喔 現在我們來喝喝看 你如果愛吃酸的喔 你可以跟老闆說 可不可以再酸一點 它金吉會加多一點 我覺得真的超美濟的 因為那個 甘蔗甜嘛 可是甘蔗汁喝久了會膩 太甜 那反倒加了這個金吉之後啊 它的酸味把那個甜 稍微壓了一點點 就像這個紅毛巾乾喔 我把香蕉稍加壓下去 可是又產生一個很和諧的那個 Tempo 然後很和諧的這個口感 非常好喝耶 完全沒有人工色素 也沒有添加任何的這個糖精 都是純天然的水果 所以呢 今天的最後這一站 推薦給大家的 現在的金乾茶 是不是覺得不太過癮呢 好啦好啦 我跟你們講 其實我們嘉義很多喔 道地航安來的這個小吃 真的非常的非常的好吃 所以讓大家期待一下 我們下一集 帶大家去哪裡品嘗我們嘉義美食囉 好不好 按兒 陳婁 敬成 好香� essas 我不太好 我